在预温前过生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时间表和注意事项发最后面记得截图 预温成两日哟 从佛山过去只需要一个半小时 一拜二三 两点半到 我还是要找点机会 像这里有小蛋糕 有喝的 所以一个免费的冰淇淋 虽然很多 但其实排队还是蛮快的 单点就办了入住 准备冰车去酒店 快跟我来开启一温泉两日游吧 我们为了离一温泉近一点 所以住在云莱客栈 云莱是比较适合家庭聚会的 因为它空间比较大 可以住六到八个人 过生日的宝可以让酒店 提前帮你布置一下房间 下楼溜达 这里有咖啡 衣服的地方 没事还有很多游戏可以玩 好专业哦 拍拍美美的照片 还可以微微解锁马桶电机 这个好可爱 我们刚才去逛了一区了 然后现在要换衣服去跑温泉啦 臭美了一下 帮好衣服去跑温泉啦 一楼人比较多 进一区二楼 环境还是不错的 最好看的 这是一个僵持 僵持 僵持住了 舒服了 西瓜好甜 好玩啦 牙票可以拿玩游戏 大庙会的仪式感 大庙会整一个就是凌蓝满目 就是吃吃吃不要停 其实周末的时候人还是挺多的 而且很大部分都是要排队 但可以先吃一些不用排队的 蹲子肉 鸣素 然后其实你可以跟他说 要两份就可以多拿一点 就不用跑这么多烫 之前都晚上看到好多人说 这里位置很少要站着吃 但是其实位置还挺多的 我现在准备要来挑战吃虫子了哈 我现在准备要来挑战吃虫子了哈 广宝 K 又有 哇好香啊 这个皮有点硬啊 水蟑螂 挺好吃的耶 猪虫的味道 这是猪虫啊 脆脆的 吃一下吃 挺香的 它有一个回甘的味道 汤喝了 马果糯米吃了 再吃猪虫 一转的香蕉 之后来个燕窝结束 这里气氛还是相当不错的 吃饱就过来玩游戏啦 凭在牙票和游艺券可以在这里玩 差不多两个小时 最后还可以再去泡一次温泉 结束这一天的行程 早餐的话品种不是很多 这个咸豆花和这个肠粉 一定要试一试 11点下来吃基本不用排队 我们是连中午一起吃了 总的来说还是玩的很开心的 下次还会来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收藏起来